你家的貓也會不會做一些怪怪的事情 譬如 呃...不在貓沙盆裡面尿尿或搭扁 不會 這可以...這可以那個的耶 調整的 哈哈哈哈 歡迎收聽帥哥最多的Podcast 哇有事嗎我是吳小茂 今天歡迎帥哥跟美女 世元姐還有蔡散德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宣姐 嗨我阿德 兩位今天是為了你們的新的作品 華登初上未來版 聽起來很厲害的樣子 對 真的很厲害 拍的時候覺得很厲害 對 什麼意思 因為他拍法跟我們兩個以前拍過任何所有的戲都不一樣 他就是會把我們丟進一個全部都是綠版的攝影棚 他非常大喔 就是超巨大超巨大超巨大 然後我們就站在裡面他旁邊全部都是攝影機 然後不能有攝影師 他就只有鏡頭 我們就一個人在裡面 進去的時候要先掃描你全身 就好像過X光機這樣子掃 掃...掃...掃完之後 你做的任何動作 360度都會幫你記錄下來 對 然後你就開始演 這麼科技 就很像是那種我們在好萊塢看到很多那種好萊塢演員會貼很多點點在身上 類似這種 對我們是直接是用攝影機把你整個人包起來這樣子 所以聽起來他不是一個我們想像中的電視劇 他其實算是互動式的... 他是會有故事 然後會有不同的支線 譬如說我跟飾源界可能是一條線 然後另外的人有另外的線這樣子 然後呢只要是上網開始要看這部片的人 他就可以在這個虛擬世界裡自己探索 他就可以走走走走走走 然後走到這個光的前面 他就想說我要進去 他就進去之後他就看到很多不同的人嘛 然後他就靠近我跟飾源界這一組我們兩個就會開始演 對 類似是這樣 然後演到一個段落之後 你可能要再去找誰啊 然後就會觸發下一段的故事 然後你要觸發到很多段故事之後 你就會知道這整個脈絡是什麼 然後這個六百年後的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他比較像是一個互動式的遊戲 對 可以這樣說 可以在上面聊天 然後你想看劇情的時候你再去看 對 但因為遊戲有可能會需要還要發射什麼 或是什麼才會得到金幣還是什麼 我們這個就不需要 對對對 他就是看戲 對 你可以約朋友比如說在線上聊天 然後一起進去這個裡面看戲 他是一個有點像是那種一個大平台 一起去找Rose媽媽喝酒這樣 可以啊 對 之類的 好 華人出場在前年很紅嘛 兩位都有看過嗎 有 我先自首我沒有看完 哈哈哈哈 對啊真的太多集了 但是我有看 太多集了24也還好吧 我跟你講我這個人真的是過動症 大家可能以為我會常常在家裡坐不動 我真的不是我沒有辦法做超過10分鐘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就會一直想要站起來做別的事 那你就邊看邊站起來看啊 可是他就演得很好 我就很想要立刻看 像有一些片我們可能就開著 然後我們就去做別的事用聽的嘛 我本來一開始想要這樣 結果我發現我沒有辦法這樣看華真出場 因為太多人了 然後你就很精彩就想看說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就是他們又穿得很漂亮嘛 你就會想說這是怎麼弄的這樣 那我知道了德姐你算是電影掛的 我是 你跟我一樣 我要被關在一個地方不能走 我才有辦法看完所有的一次 對或者是你一次就傷我痛快 給我一個故事 對 對不對 你24集才給我一個故事 我會覺得好像有一點這個耐性需要 所以我就看很慢 然後我看到一半剛好要拍這個嘛 然後導演就知道我正在追 他就說你不要看 他怕我會被影響 他就說 我們不需要有一樣的連貫的任何的影子在裡面 然後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先不要看好了 但是他德姐詮釋的這個Rose Mama 又感覺又不一樣了 多了一些俏皮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正想要問你們就是 對於影集版的華登初上這麼成功 那你們現在推出這個作品 會不會有屬於你們自己的壓力 當然會有啊 當然會有 一直被問 尤其是Rose Mama跟少強 對 但是我們這個好玩是技術啦 就可以看一個可能是第一個這樣的技術 因為我們人在虛擬世界裡面的時候是真的人 而不是說最後動畫做上去的 對 但是我們旁邊的這些桌子啊椅子 全部都是他們後面動畫做上去的 所以你們在演的時候 除了鏡頭跟綠幕之外 都沒有其他的人事物 有我跟德姐兩個人有對到戲 但是這個對戲的感覺很奇妙 就是如果真的在演戲的話 你可以注視著對方 或者甚至可能在動作上面可能可以比較像人 但是他這一次考量到技術的關係 考量到他又是600年後的仿真人 所以他有很多的動作是有一點點僵硬 我自己可以這樣講 對 他不能像我們平常人那樣子的動作 因為他畢竟還是600年之後的一個仿真人 未來人 對 然後他表演的局限又很小 因為他的範圍你超出了你那個他設定的範圍之後 你就可能會被切掉 你的手會被切掉 你的頭會被切掉 就沒有辦法真正完全呈現在這個影像上 所以我們在很小的表演範圍裡面去做我們兩個的對戲表演 其實是蠻辛苦的 這個大過於大家怎麼看我們詮釋的這個光的故事 然後要很有想像力 因為我們可能會有共同說來我們現在來看一個回憶 然後就要把手拿出來開始看回憶 但是我們兩個要用想像的去看這個空氣 到底這空氣裡有什麼 對然後或者是我們我要 因為我在裡面是會發射一些武器的 然後我就我跟你講超尬眼 超級尬眼 你一定很開心好不好 我一開始很開心 他把我們弄得很尷尬 對 因為我自己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我很想要當那種就是有特異功能的人很久了 我小時候都覺得自己 漫威英雄 我小時候看七龍珠的漫畫 我都覺得我自己有一天會飛 然後我就覺得 終於可以完成就是當鋼鐵人的感覺 所以我就在排練的時候 因為他可以發氣功 我就創造了好多好多的武器 比如說我說導演 我可不可以從後面拉一個空氣出來 你幫我做一支大概像101這麼大的大炮這樣 然後或者是我要發什麼 最後面一直被否定一直否定 我每天都有一支心梗 就對了一直被否定 否定到後來我就是握一個拳頭 因為他同意的話 他可能就要再幫你多花一點錢 就是因為預算的問題 因為他一開始跟我們講說 這就是一個虛擬世界 我們技術很棒 你們可以想什麼演就怎麼演 想什麼玩就怎麼玩 然後這個傢伙就開始回家發想 一大堆有的沒的 我們其他演員都會回去發想 角色的什麼發展什麼的 結果他每次排練完 第二天他就會來說 導演我跟你講 我現在發現了我可以有一把槍 我的槍可以放在哪裡 然後我可以從那裡衝出來 那把槍必須長多大 然後我左手的槍是槍 右手的槍是繩索 所以我要到那邊去的時候 我要開槍然後用繩索盪過去 然後還有手勢喔 他說我手勢這樣呼出去的時候 就給我一個圓圈 圓圈裡面有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我覺得導演應該在A-D裡翻我800個白眼了吧 那當年應該找你去演盟學員啦 對 他超適合的好不好 等一下等一下 我並不是說盟學員不好 但是我有曾經看過演員 我這一次沒有 但是我不曉得盟學員的演員 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在現場你氣功發的很用力 很厲害 好像摧毀了三座山一樣 可是你在現場在存品看的時候 你只是一個小火花 你知道那個感覺嗎 就是你要發的很大氣功這樣 發出去 然後結果你看成品 結果一點點小小的火花這樣 沒了 我就有看過在盟學員 有一些很厲害的感覺 感覺好像已經精疲力盡 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通通發出去了 結果現場看 好像只有一點點小電流 我之前有遇過類似的戲 就是拍那種被那個龍 伸出一隻手來要抓我 就是要殺我這樣 我就要很痛苦很害怕這樣 結果後來其實到時候拍出來 它並沒有像我想像中那麼大的爪子 它其實就是一條線 超尷尬的 你是講成品的部分嗎 成品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現場演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會發的很大 但這一次其實我有看到一些片段 我覺得我還滿滿意的 這個動畫是真的有花錢 就火花比較大一點 我那已經算是雜重本了 真的 真的很漂亮 但是我跟德姐在現場表演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不確定因素 比如說我要發這個武功好了 有兩個仿生人要殺我們兩個 所以我要殺他們 所以我就殺他們 一個 第二個 我們眼神要一樣 但是這個火花 我們兩個要配合好 因為不知道它到底到底有多大 它的損傷也多大 因為整台爆掉會 這樣子嘛 可是如果只是丟打一個洞 會 這樣子 而且旁邊要來攻擊我們那些人 比如說ABC三坨 都不能有任何人 跟我們站在那邊當視線 因為我們那個攝影棚裡 不能有別人 只能有我們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自己先定好 說我們到底要看哪裡 就是完全很難 對 很難 那我想要知道 你們剛剛有提到尬演這樣 可不可以講一下 你們最尬的印象中最深刻的部分 以及示範一下 這一次嗎 我尬演喔 德姐妳有沒有 我覺得一開場就蠻尬的 因為我就是演一個光的老闆娘 然後我要從一個門 聽說很華麗的走出來 然後導演說 你這個裡面有幾百個客人 大家都真相要跟你打招呼 所以你要回他們 但當時就只有我一個人 然後你就走出來之後 你也不能拿任何的道具 所以我手根本不曉得放哪裡 我就只好說 嗨 你好 嗨 什麼的 然後當然就說 這樣看起來跟他不熟 看起來跟他更熟一點 我就只好說 欸 小張 然後他就說 未來人不會叫小張 我跟妳說 這就是冒冷的 他都很極致 而且如果你要喝酒拿酒 你不能拿真的酒 未來我們比較沒有這一方面 那個光裡面 只是大家去跳舞開心 就是不需要什麼故意要喝酒還是幹嘛的地方 所以就沒有 目前是沒有 因為我們不能有太多 比如說頭髮 我們也必須要綁起來 因為他那個電腦很聰明 如果他看到中間的縫隙 他會自動把它給填滿 對 所以變成說我們也不能帶假睫毛 髮型也會不一樣 完全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把它收到最乾淨的地方 然後假睫毛也不能帶 因為他會把那個睫毛中間的空隙給填滿 那你的眼睛就會變成一片黑色這樣 所以電腦非常精細 所以小小萱就不能去演這部戲 為什麼 小小萱就不能去演這部戲 你很煩欸 開玩笑要吧 好是人間的尬眼 我尬眼應該就是真的在發激功 因為我要把兩個壞人打倒 然後我自己要被其中一個壞人 就是打倒他的當下 我自己也被中一發子彈 在我左肩膀 但是因為沒有對手的人 沒有任何對手性的 我一個人要自己在一個很安靜 也沒有人可以跟你對戲 比如說好壞蛋來囉 好左邊出現 好右邊出現 你還會有Cue點嗎 都沒有 就是無視上action 然後我就自己這樣 沒有 我還突然想到 臉紅欸 我們還有那種 我現在都很尷尬 我們還有那種昏倒的 然後就會有一個無形的機器 這樣靠住我們頭 我們就要 然後什麼回憶就要被吸走什麼的 但是我們那些都是想像出來的嘛 對 我們就必須要抓那裡到昏倒上 突然間 然後你說 你要看到底 超級安靜 超級安靜 好尷尬喔 好尷尬喔 就是從頭到頭我們都是這樣演 對 然後演完之後 你會覺得你的表演好像 欸好像蠻到尾的 進步了 對對對 每次演完外面都一片安靜 都沒有人回我們說 卡好了沒還是什麼 對或者是到底好不好我也不知道 對然後我就會覺得 一切很沒有安全感 但是又很好奇想看成品 對 我們在排練場的時候是 演完之後大家會先安靜一下 然後 對 會這樣子安靜一下開始笑 但我們現在無敵了 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難得到 對對對難不到我們了 在表演上已經突破了 但是不是很多那種 好萊塢我們看到的大型動作片 所以我們在表演科幻片 他們其實也是類似這樣拍啊 因為都是後製嘛 我不是非常確定 我有稍微研究一下 就是他們可能還是會對手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要演龍 可是你是男主角 但我就算是龍 我也是會打貼滿點 然後用後製 我還是要跟你講話 我還是要用龍的姿態跟你演戲對戲 所以你至少還有一個目標 然後跟一個對象 可是我今天當這個空間是你沒有對象的時候 那個對表演者是一個很無助 跟沒有安全感的事情 我聽說他們邀請兩位來演出 主要是因為你們在劇場都有受過訓練 你們演了很多的舞台劇 這部分對你們有幫助嗎 德姐是前輩 對我來說 可是舞台劇畢竟旁邊還是有人啊 就是 我覺得舞台劇有趣就是因為 你可以有任何的回應嘛 比如說觀眾的回應也好 或是你對手的回應 或是你在排練室 你可以明顯的感覺到那個氛圍 就是到底現在是不是走在對的路上 但是你在這個棚裡面 他就是非常巨大 然後你就會顯得你自己非常渺小 然後你忍不住講話就會很大聲 對 而且他開麥推到跟導播還大聲欸 你講孩子的時候 你講孩子的時候就會忍不住講得非常大聲 就是 你是誰 你幹嘛要來我這裡 我跟你說 其實根本不需要 他其實就在你旁邊而已 你只要想說 你是誰 你幹嘛來這裡 我跟你說 我昨天看到什麼 其實只要這樣 但你在演的時候 你就不自覺的 會一直用吼的 就是這種無助感 就是很新鮮的體驗啦 你們一直在強調 就是很大很大的攝影棚到底是多大啊 他到底該怎麼形容 好幾米喔 像我們如果TVBS的棚裡面 你一定常常去對不對 就是那個棚裡進空啊 然後全部都是綠的半子 你只能一個人站在中間 因為他那個攝影機是360度全部圍繞著 那離你們很遠嗎 攝影機 蠻遠的 蠻遠的 所以就等於是你站在正中央 而且你還被交代 你不能夠離開中間那個圓 那個圓 那個圓大概就只有你手打開 這麼大的一個直徑 就只有這麼大的一個圓 然後你們如果有兩個演員 或三個演員 就全部擠在那個圓裡面 演這樣子 然後因為攝影機它都退得很遠嘛 都在那個牆壁上 所以你在攝影機前完全不能站任何其他的人 所以你不可能有人幫你做視線還是幹嘛的 就是變成是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排戲的時候就變得要排得很精準 我們到現場之後就是把排戲的這一套拿到這邊來用 這樣子 所以前置作業算是花了一些時間 那拍攝多長呢 拍攝期 拍攝期我們拍了好幾個禮拜 然後我們排戲排了一兩個月嘛 差不多都有這個長的時間 對 聽起來好像不能夠用 我們以前對於那個電視版的華燈初上的內容去想像 你們現在這個作品 它還是有類似兇殺案啊 還是會有想要解謎 但是呢它比較主要的方式是因為到了六百年嘛 然後它想要留下的是說 你到底懷念以前的人生什麼東西 就是當沒有科技什麼什麼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這麼快樂 但我們現在有了科技我們什麼都有了 嗯 那你有比你想像中的過得好嗎 嗯 就是比較想要談的 這麼神啊 真的真的 這應該有吧 有有有 就是你懷念的是什麼 對而且我覺得有趣的是我們都算是機器人 但是我們的情感會讓你感受到 這麼冷冰冰的東西 但卻可以帶給你一些溫暖跟一些溫度 就是比如說愛這個是什麼 比如說未來的人生裡面 我們大家為了過得更好 可能把大家愛的記憶給收起來了 因為有愛就會過得不快樂 然後我們就要去找 就是到底什麼東西是可以燃起你內心裡的 譬如說音樂 嗯 然後它可能就會有音樂嘛 Julia的音樂 然後我們就會想說真可惜 就是以前啊 播放音樂都是用什麼什麼播放 然後音質聽起來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現在好像再也找不到那個播放器了 類似像這樣子的討論 嗯 懷念以前也就是我們的現在 對 也可以讓大家用不一樣的觀看方式來看 呃 光的這個故事 就以前是在電視看嘛 嗯 現在變成是用電腦可以看了 因為電腦可以玩了 嗯 所以好像又是一種更不一樣的邁進 嗯 所以最大的交集還是跟原版的一樣 它是從兇殺案開始的是嗎 也是會有類似的事情嗯 發生 然後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有一些的記憶 但是像我可能就是記憶完全被乘風 所以我就會成為一個好像很開心的人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之前發生什麼事情 嗯 對那有些人會有片段的記憶還是幹嘛 我就不要把你想像成林心如就對了 當然不行 拜託就會不要 千萬不要 對啊 然後就是有些人大概知道一些什麼秘密 他就會被追殺 嗯 那個年代的人希望把過去所有不好的事情 全部都收起來 嗯 那個才會打造一個全新的世界這樣子 對 那剛剛四元姐有提到就是 你的角色 因為他是吳少強嘛 對 其實吳少強在原版的戲份並不多 嗯 那在這個未來版的他是一個大壞蛋 他算是 呃 本來是一個 可以這樣講吧 本來是一個壞蛋 嗯 但是因為他 呃 內心是善良的 所以呢他變得是在 抓壞蛋 嗯 他是一個抓壞蛋的獵人 嗯 他的角色是這樣 他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武器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獵人 所以他身上有很多武器 但他這些武器是拿來抓壞蛋用的 嗯 對 那他是好人嗎 好像又不是好人 因為他又有一個正直的長官 在 在跟他疊對疊 就是 長官也知道我如果犯錯 我馬上就會被抓 但是我就是游走在好與壞的中間 是這樣喔 哈哈哈哈 好陌生的人喔 因為我有看到一些片花 我就覺得 嗯 這個人看起來很壞 對 剛好剪出來的是這樣子 對 他有一點點走在邊緣這樣子 對 而且你還 不是因為我跟妳講 那個故事不這樣 那我就排到最後期 我還才會 有時候會恍然大悟說 喔原來是這樣 你們該不會演到最後 不曉得劇情Ending是什麼吧 我就是一個很愛看科幻片 但是每一次科幻片在上字幕的時候 我就已經忘記前面在演什麼的人 嗯 所以對於這個人來說 對我來講真的太複雜了 就是他的一些 前面發生的事啊 還有仿生人到底是什麼 然後什麼什麼到底是什麼 我其實搞不太清楚 其實當下演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的 需要再重新 可能再看個兩三次 但反正我在裡面是人 我就沒差 對你沒差 那我在裡面是殺壞人 我也沒差 所以這個故事情 你就留給玩家 哈哈哈哈 你們玩完之後再告訴我們 什麼東西 什麼 什麼 我聽了好多問號 好奇妙的一個戲喔 還是一個遊戲這樣 好反正他就是呢 前世的記憶還存留在機器裡面 還存留在這些 600年後的一些檔案裡面 那這個檔案呢 有些被喚醒了 有些沒被喚醒 但有些像壞人就想要把 刻意把這些的記憶全部都刪除 刪除之後就沒有愛了 所以呢 在找尋愛的這個途中 我們都很迷惑的是 我們現在是機器人 可是為什麼會有愛的這個感覺 所以一直在往這個方向找 那壞人就會想要來把這個愛 把這個記憶去抹平 所以一直重蹈覆測又回到了原點 因為我們有個記憶炸彈 炸下去之後大家記憶都會全部消失 竟然還記得記憶炸彈這件事 對對對 他在講愛然後突然冒出一個記憶炸彈 一炸掉之後大家通通都會忘記 就會從頭開始 所以妳要回去再看個兩三次 知道誰是兇手 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也許妳會覺得我是壞人 會有一種在解謎的感覺 我覺得這就是要帶給玩家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怎麼又回頭 然後又發現被記憶炸彈炸完之後 大家又變得怪怪的 我要去看了很多的劇情脈絡之後 發現原來是這樣子 原來有沒有辦法再繼續延續這個記憶下去 我覺得這個就可以留給觀眾去玩的時候去發現 所以每一個觀眾每一個玩家 試他們自己不同的程度 會看到的劇情結局是不一樣的 對妳可以比較開放式的去玩這個劇情 去看這個劇情 就妳要先點到哪一條線 妳就會先知道哪一部分的故事 然後妳再自己把它組合起來 所以可能大家組合起來的時候 這個故事長得不太一樣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這一次其實在玩家方面 就是妳在觸發劇情的時候 妳也可以突然間 或者是我們正在演的時候 為什麼要用360度的方式去演 就是因為可以讓玩家在無死角的狀態 看我們的演出 因為通常妳在電視上面就可能看到 我要呈現給妳的角度 呈現給妳的尺寸 這個攝影機的尺寸 那舞台劇的話就是妳看到的人 是整個人體在上面表演 還有很多燈光跟場景變動 那這一次為什麼我們在演的時候 要一次不能NG 要一次過 就是因為要讓玩家在當下 可以隨時隨地看到我在講話 我的側臉長什麼樣子 它是很自由的 對 所以其實在玩家的方面 是可以體會到 像這樣子的一個戲劇的觀看的感受 這樣子 那除了兩位的角色之外 影集版的華登初上 有什麼角色到這個未來版的裡面呢 阿忌還是有 但是它的那個設定的故事 已經完全完全不一樣了 在戲裡面 它是一個新的阿忌 有新的人生 有新的家庭這樣子 然後還有其他沒有吧 沒有 葛對是嗎 噢葛對算嗎 修傑凱 對 但是有兩個不同的人演 對修傑凱其實 他這一次來演的葛對 其實有一點點是殘留記憶 那真正的還有一個葛對 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個 算是正派的大魔王 就六百年之後的 正派的大魔王 對 什麼意思喔 好複雜 就是呢 他明明是一個正派 可是呢 他在我們這個劇裡面 他又是一個大魔王 大家自己上線去玩玩看啦 好累喔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那你們之前自己在看 華真初上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們有參與其中的話 希望是可以演哪一個角色 我超想演的啊 我那時候才看第一集 我就一直打下去 跟練一起講說 你幹嘛不找我演 這麼好看 因為我很喜歡阿季 所以我太喜歡阿季了 所以我還不曉得 後面他發生什麼事 他剛剛出來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喜歡那個角色 對啊 我很喜歡那種很黑暗的 好像有個黑洞 可以把你吸進去的角色 對 你是個黑暗 少女 對啊 我一直很想要演那種 對啊 世元健 楊佑寧的角色吧 對啊 我覺得我喜歡 我想 就是很奇怪 就是看完之後 我會覺得 在裡面大家的情緒 都是很壓迫的 在某些層面上 都是很壓迫的 包括 包括在光裡面 看似很快樂的情況下 其實每一個人心裡面 都有一些 一些壓力在 可是我每次看到楊佑寧 好像就是一個 讓我可以比較鬆的感覺 就他在裡面算是一個 讓大家 看到楊佑寧讓你比較鬆 血 你是說台語的傷嗎 我好久沒有在節目裡面開黃槍了 因為怕黃標 我要跟大家講 我其實是貴節目的忠實聽眾 我也是啊 對 所以呢 我們現在是聊管區 看到那一部的上映 現在 所以 感覺到蠻鬆的 有一種溫度 然後有一種 有一種放鬆 就喜歡看他在這個 看完這麼多很緊張的 劇情之後 看到他 喔 OK 嗯 蠻舒服的 那既然這一次 未來版去到了六百年以後 那 如果真的有六百年 你們會希望那是一個 什麼樣的世界 這個問題其實一直想好久 但怎麼想都還是覺得現在蠻好的 就是可能長得像 跟現在差不多吧 但是可能就是不老啊 嗯 然後健康啊 然後身邊所有的生命都可以跟著為期 嗯 就是不老跟健康 然後發生意外也可以活過來 未來應該可以這樣吧 應該可以這樣 對啊 現在不是有那種冷凍 屍體嗎 可是那個還是要把它冰起來 就比如說未來如果可能是 譬如說不小心發生意外 怎麼樣 然後你倒下去之後 你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就立刻又活過來這樣 這種的 然後可以積分 這種你可以 我可以啊 為什麼 我覺得好可怕喔 不要啦 這樣是不是可以一直活著 對啊 但這是健康快樂 大家 你愛的人都活著 然後你喜歡做的事情 你還是可以一直做 這樣不是很好嗎 嗯 好 然後大家不讓你生小孩 然後這個世界還是可以無限擴大 就是不會被擠啊 不會說好像塞住這樣 我最近其實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人活到從出生到老 什麼東西是最最珍貴的 我後來發現其實是記憶 是最珍貴的 因為我覺得人有一天會被遺忘 就像我的阿祖 我叫我阿祖 已經很遠了嘛 我還記得他 可是如果我的孩子可能就不記得他了 那他就會一輩子開始被遺忘掉 對如果你不是有祖僕的話 我可能講說有點沉重嘛 但我在講的是 記憶這個東西是對我來講很重要 我覺得六百年後 如果可以把每一個人的記憶都保留下來的話 就你們家的記憶都保留下來 就是我想要了解我阿祖 我就去看他的記憶 喔原來是這樣 所以每一個人是不會被忘記的 我覺得六百年後 如果可以有這個東西保留下來 我會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對 那六百年後的光 跟六百年前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記憶阿 你看有沒有 不是我說那個場景 場景阿 未來感的光是怎麼樣 他就是很漂亮 很未來感 因為現在的光是復古的嘛 對啊 那未來就完全沒有任何復古的感覺 但其實你們在拍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光長怎樣 完全不知道 他可以跟你講這邊有個門 對啊 然後這邊有個椅子 然後什麼那邊會有什麼 這邊會有幾個人在這邊 大概是跟我們講這個 都還是畫出 那叫畫嗎 動畫 應該算 所以我們那時候我們倆是一起看那個成品的嘛 就是跟記者會的時候同時看的 我們倆都是殺眼耶 大概是比我想像中美大概一百倍吧 真的 我真的想壓力太差了 對啊 很漂亮耶 就是一開始會覺得 哇 這個動畫到底要怎麼做 對對對 然後還說這邊會有幾百個人在那邊跳舞 然後當時我心裡想說最好是 結果我們還真的是 真的是 而且沒有違和感 對啊 對蠻好的 很漂亮 然後 華登初上還有演唱會可以看 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那個Julia的講會吧 吳卓元 對 然後他在我們裡面 劇裡面算是一個很key point的角色 就他的音樂是可以幫我們 忘記的一些事情給勾回來 所以大家就很怕 那當時的政府就很怕這段音樂 對吧 照你說應該是這樣 沒錯沒錯 但是我們其他有幾個 知道事情的人就會說 那我們一定要讓這個演唱會可以成功 因為要讓他的聲音和他的音樂 可以帶起我們以前曾經的愛 的記憶這樣子 對 對 大家就會保護這件事情 然後要想辦法讓這個演唱會可以成功 對 所以玩完這個遊戲的玩家再去聽到這場演唱會的音樂 就會覺得 哇 有愛的記憶 就可以解鎖啦 類似解鎖 可以幫我們把這個演唱會給完成 對對對 好啦 但我們是都沒有拿到演唱會票 我都沒有拿到演唱會票 對 我都沒有拿到演唱會票 自己搶 我記得我看新聞的時候好像 你們有被問到一個問題 是六百年後 如果可以帶一個東西去 你們要帶什麼 都是貓嗎 當然啊 我每天都好怕我的貓離開我 不會嗎 不會喔 都好希望他趕快離開我 為什麼 我會不會太誠實了 我每天看到他 我都一直跟他們講說 什麼你要陪媽媽 永遠一輩子不分離喔 就是會每天這樣講 你有幾隻貓喔 現在有六隻 哇 對啊 我去年底的時候還走掉一隻 我去年也走一隻 對啊 你有幾隻 我有三隻 剛走一隻 還有等一下兩隻 當然我也希望他可以陪著我們一起到 長長久久 你幹嘛要讓你的貓 你很奇怪 我每天都巴不得問來賓說 欸那你們家還有缺兩隻嗎 哈哈哈哈 為什麼要這樣 哈哈哈哈 你的貓很乖嗎 六隻 不乖啊 但貓就是要不乖啊 你不覺得他看你的眼神 就是 就是他是你的生命共同體的感覺 沒有 怎麼會 怎麼會 他有時候就是他們 Sinai的時候很可愛 我反而不喜歡貓Sinai 他只要過來要我坐在腿上 我就說走開 我不喜歡他們來弄我欸 但他們就是趴在旁邊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OK 對啊 我就是沒有辦法離開 我覺得他們 對啊 我現在出國我都 會覺得說天啊 萬一他真的怎麼樣怎麼辦 我就會永遠無法原諒自己了 好我們下半段的節目 要來聊貓啦 哈哈哈哈 對啊 對啊 我從小就是貓人 我沒辦法 你家的貓也會不會做一些怪怪的事情 譬如 不在貓沙盆裡面尿尿或大便 不會 這可以 這可以那個的也 調整的 哈哈哈哈 我好像曾經有跟你聊過這個問題 所以你貓會亂尿尿對不對 會 你的會嗎 我的不會 但我的公貓不喜歡蓋沙 那個還好嗎 我們家也有貓不喜歡蓋 但是他們習性之一 有些貓是不用的 我還蠻喜歡去挖那個貓沙的 你這兩隻都 因為他喜歡挖貓沙 但是貓不在挖貓沙 你上台說 對 我們不喜歡挖貓沙的 他們偏偏要上來裡面 對 而且我家的 我家的貓除了不在貓盆裡面 貓沙盆裡面尿尿之外 他大概其中有一隻啦 平均兩天會在門口大便一次 那他就是喜歡在那裡上廁所啊 對 那你就把貓沙拿過去啊 對 大門口 那個門一進來的地方 是門要打開的時候 那個門會這樣開 會擋到那個地方 第一個是會擋到 第二個是 我不要一進門就聞到貓尿 貓屎的味道啊 但是他有可能不喜歡那個貓沙 也有可能他是有病在身上 我有跟你提過類似的事情對不對 你有都去檢查過嗎 類似的事 有過啦 好 反正如果大家在聽的話 就如果你的貓有類似的狀況 他真的很有可能是 他有在譬如說膀胱的部分 或者是排泄的部分讓他不舒服 再來就是他真的不喜歡這個貓沙 那有人可能會想說 哪有前兩年都敢用營養貓沙 他還沒怎麼樣 但是貓是會忍耐的 他可能忍耐到第三年 他就說我不要忍了 我要在別的地方上 或是他突然間在別的地方上過一次之後 他發現在那個地方比較舒服 他就會在那地方一直上下去 所以就是有這些許多的可能 所以就主要很有耐心 就比如說我之前那個貓沙 是有做過貓沙測試 就是我把市面上可以想到的貓沙的種類 比如說豆腐沙什麼沙什麼沙 全部都弄回家 就放在兩盆三盆讓他們自己選 他們就是一定會選到一盆他自己喜歡的 然後你就用那個給他用這樣子 你真的很愛貓欸 不是 可是這個過程是很有趣 因為我去上那個貓行為訓練課 但是你去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因為你就會覺得說 哇 老實說是真的耶 但是要花很長的時間 就是可能要好幾個月 但你幸運的話 你可能一兩個禮拜就OK啦 大家可以試試看 因為你畢竟要跟他生活在一起一輩子 你說你養六隻喔 對 那再多兩隻也沒差吧 有 不要這樣 是有多想推坑啊 沒有 因為我每次看到人家教我要怎麼養貓 我就會覺得好煩喔 是真的蠻煩的啊 因為溝通室我也去問過 他有說什麼嗎 有啊 是什麼 就說我們家有一隻橘貓跟一隻胖的是虎斑 然後溝通室就說虎斑霸凌橘貓 我那次非常的意外 因為我每天看到他們那邊打打鬧鬧 我以為他們就是相親相愛 而且當初接回來家裡的時候 是我的上一隻貓旅館的人 跟我講說這兩隻貓非常的感情非常好 所以要認養的話要一次帶走兩隻 所以我從頭到尾就一直認為他們是感情好的 殊不知這個溝通室跟我講說他被霸凌 然後我去觀察他們的行為才發現好像真的是耶 都是那隻胖的虎斑在鋪在咬那隻橘貓 那他們會抱在一起睡覺嗎 會 那就感情好啊 對啊 因為我的貓是不抱在一起睡覺 聽說對好像會抱在一起睡覺是還可以的 而且虎貓還會去舔橘貓的毛 就是橘貓在睡覺的時候他去舔它 舔舔舔就咬下去了 會會會 我們家也會這樣 對 那會上廁所在大門口的是被霸凌的還是霸凌的 對被霸凌的 所以溝通室就跟橘貓說 你要用這個方式吸引爸爸的注意 但是這個方式爸爸並不會開心 然後 胖的那隻虎斑呢 對他這個行為也會很感冒 就是說他就是愛討拍啊 溝通室說胖貓是怎麼說的 所以溝通完了之後大概維持了一個月的時間 乖乖上廁所 超級 哇 很妙 但是後來又 後來對一個月之後我也不曉得為什麼就又回去了 連大便也本來也在外面大便也乖乖的回去大喔 所以這肯定是他真的 還是你貓沙盆沒有準備多一點 對這就是我討厭的第二件事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一個貓沙盆 我有兩個貓沙盆 那你今天夠啦 不夠 好啊 快點快點快說我要想聽喔怎麼了 我知道因為一般人都會說你家有幾隻貓 就是N加一個貓沙盆 這是正常的嘛 可是你要想像啊每個人的家的環境狀況 不見得可以放到那麼多的貓沙盆 就像你們剛剛說的就是那為什麼不放在大門口 對我家今天如果是豪宅一開了還有玄關啊 那沒有問題 可是就是一個兩房的小房子 我覺得整個環境空間是不允許的 但是我還是有兩個貓沙盆 讓牠們基本上的理念是一人一個 對 但是貓好像就是牠只要固定了習慣了牠的生活 牠基本上就是不會再改變 對而且味道 所以人要配合牠們 那隻橘貓我覺得很任性 就是牠通常清晨就會叫我起床 對你們的貓不會叫你們起床嗎 會啊 會啊 好可愛啊 很可愛啊 我的貓 我走掉那隻貓除了叫我起床之外還會叫我睡覺了 然後還會還會關我的台燈 好可愛喔 就是牠大概十點半十一點就會到我的門這樣 因為有時候我會忘記牠還沒進來 把門關起來就在那個木門上 好可愛喔 那我就開 可愛個屁 開完之後牠就躺在我的胸口上 開始壓我的胸口壓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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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 但我還沒有要睡覺嘛 然後就可能跑到旁邊去幹嘛 然後我就可能看iPad看看 突然間我的房燈就 怎麼關掉了 牠在旁邊牠把燈旁邊的那個 因為牠只要關了燈就要睡覺了 這是剛好吧 沒有沒有 每天晚上幾乎都這樣 所以牠回來我就會把台燈先關掉 牠在翻白眼 然後大概六七點牠就會在門口叫 然後我開門牠下樓去上廁所 這樣子 很可愛 那你醒來會繼續睡嗎 開完門之後 開完門就繼續睡覺 你不會有起床氣 不會 你會對不對 我本來是關門睡覺的 但是我發現就是他們清晨叫我 如果我沒有回應就可以抓門 我超怕你們剛剛一直在喊可愛的那個抓門的聲音 所以你就把門打開了 很吵 所以我後來門就打開 讓門自由出入 因為像我家就有做貓門 可是我跟你講 我們家的貓不會有貓門 真的假的 我做了之後牠不會用 還把牠拆掉 真的假的 你看貓就是這麼麻煩 我的貓大概五分鐘學會 好聰明喔 然後那個貓門是可以左右開 所以牠可以從左邊進去 上完廁所從右邊再行到 從右邊進左邊再回到家裡 那你知道有感應式的貓門嗎 就是牠的項圈 牠的項圈可以跟那個蠻人 對 牠走過去那個門就會自動打開 然後牠就可以 太可愛了吧 我怎麼覺得 我跟你們不同世界啊 你們要說什麼都聽不到 電動門 然後呢 我跟你講我的貓 牠五分鐘就學會了 貓門是在門挖一個洞 對最下面挖一個像是那種 就是那種 牠就在搖晃啊 對 牠就搖晃 那左進右出是什麼意思 就是牠是一個板子 然後牠左就兩邊都可以 甩就對了 但你可以鎖住 你可以鎖單邊 牠只能出不能進 或是只能進不能出 都可以自己鎖 那你可以放在你的房門 比如說 我要睡覺了 我就是只出不進 或只進不出 但是牠還是會挖啊 牠就出來 進來你房間之後 你就不讓牠出去啊 等到你醒來再開門也可以 或者是牠如果會的話 牠如果進出就不會找到你 但我的貓是因為牠很聰明 因為我有一隻豹毛 是最小的 牠現在一歲多 牠就是五分鐘會學會貓門的 然後那個貓門不是會 就是牠進去的時候 是要投進去讓那個板子拉開嘛 然後回來的時候 牠會有一個 的聲音 牠就聽到那個聲音這樣 然後就好像很好玩 牠就開始用手這樣拍那個貓門 然後拍 他就 一直開 所以這個比起抓門的聲音來講 小貓自己選一個 我跟你講 那真的會惱怒耶 牠凌晨兩點多 跟你在那裡玩貓門 貓就是這樣啊 但牠玩了大概一個禮拜 就沒興趣就不玩了 對 長大了 長大了 我很怕吵 所以對於清晨叫我起床 那件事情我非常的受不了 我們之前那個老師有教過我們一招 就說你就裝死 但是你要一直裝 可能你要裝到可能一兩年 就是牠不管怎麼叫 你都不要理牠 看你可以忍多久 牠有一天牠自己就會知道 這是沒有用的 對 但是我就不曉得 我熬不過去 要多久的時間 對啊 因為牠會報復我 牠會怎麼報復你 在我的 我剛剛講的那個大便 是發生在整個家的大門裡面 那個早上如果沒有起來 回應牠的話 牠就是在我的房門外面 尿一拋 天啊 那這真的是一種 那是貓精 所以我的貓是不是很值得送人 不要這樣 牠其實是不是也很想被送 牠在做做所有的事情 我看你什麼時候要送我 我看牠什麼時候要幫我送你 下次我要集三拋一次放 所以我現在其實常常會去那些 很想養貓的人 因為太多人以為貓很好養 牠們都要說 我很想養寵物 但是養狗有點太麻煩了 所以我要養貓 我都會跟牠們講說 喔不 我覺得你很想清楚 你就把所有貓的麻煩跟牠們講 讓牠們自己清楚說 其實貓很可怕 而且牠只要是 一旦不改 而且牠一旦發作 牠是很難改的 對啊 我的貓兩隻老的 走掉的那隻是其中一隻老的 牠們就很乖 就是真的沒有什麼太讓我煩惱的事情 但這隻小的就有很多很多出逃 你看我身上手上的傷 就是最近流下來的 這些都是 對 因為牠到晚上大概九點的時候都會起笑 再起笑個十分鐘 就是牠看到我就好像看到上輩子的仇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好好在看電視 牠就會這樣子 而且牠是手會慢慢的先搭到我的手上 然後用小貓咪用臉去放到我的手上 好像很乖這樣 哇好乖好乖 開始咬這樣 好可愛 蛤 真的嗎 這是蠻好玩的吧 當下你會覺得 啊好痛 沒有這是蠻好玩的 真的吧 是真的很可愛 對啊 有一種牠跟你有一個連結感 對 牠如果都不理你會覺得 我是不是哪裡做不好 你都不理我 牠把你當獵物 對 牠把你當獵物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欸 喔 對對你知道我 你的表情真的太可愛 所以你就是很 即便你已經知道牠有這個習慣了 你現在還是會讓牠咬啊 我用了很多種的方法 比如說有時候有人拿那個小噴 槍那個噴水的 噴牠 或者是 好像不行欸 或是碰牠鼻子 或者是牠咬你的時候 你就離開冷落牠 對你冷落牠 我整晚站在客廳的角落 沒有用 沒有用就是沒有用 好可憐喔 那你怎麼辦啊 我好替你擔心喔 那你最討厭人家講的還有什麼 比如說裝那個什麼 費洛蒙什麼的 你有裝過嗎 裝費洛蒙什麼什麼 就是牠有一個噴霧 像電紋箱一樣的東西 你就是把牠拿回家插在家裡 牠叫貓的費洛蒙 牠就是會阻止貓咪去亂尿尿 或什麼這一切的事情 牠會讓貓比較安定 你知道真的是嗎 我的比較沒有那麼科技啊 可是我買那個噴的 說是貓會討厭的味道 你噴在那裡 牠就會盡量不靠近那裡 你可能可以試試看那種 因為牠是可以讓貓安靜下來 譬如說牠要去霸凌人的時候 牠可能比較不會次數這麼多 真的真的 你試試看 萬一再沒有用的話再說 再換一個方法 你對貓的忍耐度真的好高喔 其實我只是覺得好玩 你就真的是成就感 因為你去用了之後 你發現有用 譬如說換貓咪的食物的時候 你就聽著別人跟你講怎麼用 然後你就去試試看 你就發現說 哎呀牠真的吃了耶 你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就想要試試看啊 真的你試試看 我覺得你現在這是我最好的一個 你知道就是 什麼事都試驗在你家身上 應該是OK 我當然承認就是 貓有很可愛的地方 可是麻煩也是蠻困擾的 像剛剛四元介里是講說 貓會去咬你嘛 我們家的貓不太會咬我 但是那隻橘貓就是個性很古怪啊 牠想要撒嬌 又愛在那邊白譜 怎麼樣白譜 比方可能我晚上下班了 我就坐在沙發上面看電視追劇 牠就在那邊叫 拍拍拍 因為有的貓你拍一拍牠就會自己過來 牠看得懂嘛 對 我也不知道牠是看不懂還是 看得懂裝不懂 貓應該是看得懂但牠不想來 牠不想來 對 牠就還是在那裡 那你到底要幹嘛 我通常就會先去想說 我有什麼事情忽略了 比方貓沙盆不乾淨 或者是牠肚子餓了 或者是水沒有了 都有 好那我就知道牠想要撒嬌了 過來過來不要 我就必須拖著我疲憊的身軀 走到牠的旁邊 開始去摸牠 一切就安定了 那我覺得對於這種事情 我就很賭籃啊 你要撒嬌你不會自己過來嗎 就你走過去也還好吧 不好吧 養了貓就變奴隸了 然後我會覺得 當奴隸當得很爽 我自己覺得啦 好討厭的點又來了 我對於很多養貓的人 會說自己是貓奴 我不要啊 我覺得這一集錄完之後 應該聽眾喜歡貓的 會很討厭我吧 可是貓的個性 他就是沒有辦法 配同一個人 我覺得我們就是住在同一個 空間的室友 我不要當他的奴啊 所以你可以不理他 譬如他叫你就可以不理他 你室友在旁邊一直這樣說 怪怪怪怪怪 你可以不要理你室友啊 你不可能走過去 就摸一下你室友 然後他就說你安靜吧 對不對 對啊 你還是可以不理他 半夜看電視太吵了 你室友就那個關燈 不要再看 就是類似這種事情 你好會幫貓擬人話喔 但真的是這樣啊 所以除非你就可以不要理他 如果你真的辦不到不理他 你就只好當他的努力 你就只好說 好啦好啦好啦 我來摸你一下啦 就是為了讓他安靜 所以我真的是可以 就不動如山 我們家有一次舉報是這樣 他每當晚上 真的是九點十點左右 他就在餐廳上狂叫 什麼都有了 他就是要叫 他就是要我過去摸摸他 我就真的可以不要過去摸他 我還蠻能夠這樣的耶 這是金牛座很無聊啊 金牛座很愛跟人家比這個 所以你對於貓真的很有一套耶 我還蠻可以的 真的蠻有一套的 我還蠻可以的 我是比較幸運的是 我的貓都沒有什麼太奇怪的舉動 或是他也可以的包容 還好要咬他 這我蠻舒服的 對啊 因為他有時候他咬你 因為我兩隻 之前兩隻貓其實都不會兇 所以我就不曉得貓原來會兇 然後我發現這隻豹貓 他會咬人耶 就很開心耶 然後像比如說有一些朋友 拿貓來我家 想要跟我的貓做朋友 被打個半死 我就很開心會打人耶 好可愛 然後我的貓大概除了咬我之外 他晚上大概十點多 十一點的時候會叫 然後是用叫會帶講話 人家貓咪是喵 他是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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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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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講一講一講 是他大便的 每天晚上準時大便 準時都叫 所以以前會說 哇!怎麼啦 發生什麼事 我是不是食物沒那麼好 我是不是水沒那麼好 是不是貓傷沒乾淨 是不是他餓了 是不是他心裡不好 結果他跑去大便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那接下來每次叫 好啦趕快去大便不要叫了 因為貓的心理始終很準 對 對啊 貓要大便的叫聲我也有留意過 我們家的貓有這種情況 就是我也不知道 他好像就是 要拉屎之前不太痛 他就開始一直叫 然後拖了很長音的叫 慢慢的 我一開始也覺得到底為什麼 然後經歷過幾次之後 我就發現 喔 這種叫聲 就是他準備要大便 是那個混亂大便的一次嗎 是 所以他可能真的是在排線上 有困擾他的地方 我覺得真的是 你要不要帶他去看一下意思 你為什麼不帶他來 我跟你講 你帶他去看一次搞不好就OK啦 你就可以解決你未來六百年的人生 六百年 欸 怎麼又來了 真的會 我說真的 你就要忍住心 帶他去個一兩次 檢查看看 搞不好就真的就一切都完美沒事了 我有帶他去看過醫生啊 因為那隻貓其實也會 腸胃真的好像不好 就是會吐 所以他吃東西吃一隻就撕掉 就是一整坨的吐出來這樣 那待會兒去看醫生 醫生就是說他的消化還是什麼的 所以真的不舒服啦 對 然後反正裡面有很多的毛 所以醫生就開了那個化毛膏餵他 他不吃吧 有啊 那OK啊 後來啊 後來怎麼了 就是因為可能排得太順了 然後 我不知道是他 屁眼癢還是怎麼樣 他就是一直舔一直舔一直舔 舔到後來整個腫起來 好天啊 對 所以 嗯 後來就就就就算了 他一直狂翻白眼 我很想知道你的前世今生跟他有什麼瓜葛 我也好想知道 他到底為什麼這一世要來到你的身旁 所以剛剛星元界講說他前兩隻貓都很乖的時候 我每次聽到別人的貓很乖 我就覺得祖上積德 所以你應該不是去找寵物溝通 應該是你要去催眠 然後你要去問說這隻貓到底是 我跟他之前有什麼樣子的什麼 真的啊 你不能想到答案嗎 你一定在上輩子在他家亂大便 真的嗎 你有陪他玩嗎 你有陪他玩就是逗貓棒 逗貓棒那些 偶爾 你看就是沒有陪他玩 你要讓他活動 我跟你講他如果沒有放電 他就會在趁你在的時候他想放電 你要讓他活動讓他累 就跟小孩一樣 對小孩一樣 他放完電之後他就會想睡覺 你就一直跟他玩 一直跟他玩 而且他的電力跟狗狗比的話 狗狗會比他有電 所以貓咪就是那個15分鐘20分鐘 15分鐘其實就可以了 完完之後他就想去睡覺了 對 而且要睡很久 你每天只要跟他玩15分鐘 或兩個15分鐘就OK 每天犧牲15分鐘 換來一夜好眠 一夜好眠 那不是犧牲嗎 對 根本 還蠻好玩的啊 你就拿對方包這樣子 對啊 要他追啊 這樣你也可以運動 我沒有你那麼包容度 不是你就可以解決這些事 搞不好你就試試看啊 不然你玩那種 你買那種自動的那種 對對 他可以在底下 他自己在那邊自動 好像是一隻老鼠在那邊跑來跑去 對 我就有啊 就跳台 或者是那種 吸在牆壁上就有一根貓的那個 他會自己玩 對 那個像是小蝴蝶的東西 這種不會很快就壞掉嗎 因為抓一抓就抓到 很便宜啊 五六十塊錢 最怕的是買回來他不用 對 他有抓爛還OK 千萬不要買太貴的 這是奉勸所有要買 要養貓的貓奴 準備要當貓奴的人 你會覺得 我一定要幫他買很好的 我跟你講 越貴的貓 越貴的東西 我貓越不好 你通常就是那個紙箱拿回來 拆箱 你把裡面很昂貴的玩具拿出來之後 他就會睡在紙箱裡面 他完全不光顧的昂貴的玩具 然後我買一隻兩三百的多貓棒回來 他不理他 然後我剛吃完的那種 那種蛋白棒的那種包裝袋 超開心 你這麼好愛塑膠袋喔 對啊 你就跟他玩直接把這個紙箱 你用一點就對在地上玩就好 我覺得最簡易的玩具是那個 雷射筆 紅色點點的那個 他們很愛那個 去追 但是我們老師說他如果追 他追到了 可是他抓不到實質的東西 他實質會沮喪 他會受傷 真的 真的 他心裡會受傷 他可以去追 可是你最重要 你要給他一個實體的東西 讓他抓一到 你要讓他捕獲到東西 真的 嗯 為什麼 所有都是錯的 哈哈哈哈 怎麼變得等一下 變貓哥是我們的來賓 哈哈哈哈 你的臉真的太可愛了 太好笑 我好笑 你真的不考慮多一次就好了嗎 不要不要自己留著 哈哈哈 你不覺得這種貓很可愛嗎 對啊 我們家的貓是蠻可愛的 他跟你一定有情深的瓜葛 不對貓哥如果你改善他 你會很有成就感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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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試看嘛 而且啊因為 我真的是 老過話題 哈哈 不接 他不想 沒有我想跟你們說 因為 我曾經試圖 把他送走 然後咧 不是送給路人別人啦 就是我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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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啊 他的人生已經被霸凌了 你還把他送給一個目標 不是不是 是胖貓 霸凌人家的那一隻 他頓時間沒有對象 沒有人可以霸凌 所以後來他就 你又把他 就是因為他一直叫是不是 所以又把他拿回來了 對 因為我發現 橘貓在的時候 每天就是15分鐘 橘貓不在的時候 24小時 我馬上把他接回來 其實如果你很懶得做這一切的話 你可以去那個 送給你 不是 真的有行為訓練師 是可以到你家裡 去看問題出來 對 真的看大家願不願意做 你可能 我有買網課 網課好像沒有什麼用 因為他必須要到你家裡去看 他才知道說問題出在 譬如說你的味道 氣味或者是 那個貓 他當時就會在他的旁邊 做出一些行為 然後那些行為訓練師 就會真的知道說 他現在是什麼狀況 他現在是在焦慮呢 還是他的恐懼 真的看得出來 沒有可是 行為師 他來我家的時候 如果貓沒有馬上做這些事情 沒有他們一定有辦法 有辦法 有辦法誘導 真的可以 我跟你講我們家六隻貓超難搞的 但是我只要出國還要餵藥喔 他們是完全第一天到我家去的行為訓練師 就已經可以餵得到貓了 餵藥 你看這有多難 但是他就完全可以再不用碰到我的貓的過程裡面 他可以很順利的把那個藥餵進去 真的 真的 隔通胃藥 他就是把他放在那個胃藥器上面 他們就會有那個肉泥嘛 然後藥就是卡在那個胃藥器上 然後他就先讓那個貓來舔肉泥 貓就會先來舔 然後就靠近了他 然後他就慢慢的把那個胃藥器推進去 然後那個貓就是一直在舔肉泥的狀況之下 他根本不會知道到底什麼時候用到他嘴裡 然後他就會吃 而且他不但吃了藥之後 他會很喜歡這個訓練師 因為他知道說下次看到他的時候 他就有肉你可以吃了 所以那個後來是因為他開我們家的門 那個貓就會過去迎接他 他完全不用碰到他們啊 真的是可以的 而且不貴 大家如果真的家裡有 不是你啦 如果他家裡有這個需求的話 真的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其實蠻多的 真的真的 你只要咬牙 就算你覺得有點貴 可是你咬牙你搞不好一兩次 三四次 你就可以知道說你未來六百年的人生 就很順暢啊 一切順遂 真的是有辦法的 對啊 好好好 你們家的貓都很可愛 最後再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那個華電出上的未來版要怎麼看 就像那個bitday平台 然後呢你只要可以申請跟註冊一切 有的沒的 上面他都會告訴你怎麼用 你就可以進去裡面去玩 那個裡面好像還有不同的遊戲 可以看對不對 沒錯 他其實算是一個平台 然後我們這個算是其中的一個房間 你進來這個房間就可以看到這一次的所有劇情 然後你買了票之後就可以進來裡面 亂走啊 亂聊天 交朋友 那這個平台就是將來會有很多很多的項目 在上面 對啊 因為像以前之前我們都已經有看過 像是線上的一些演唱會 因為未來的人生可能會需要用到 但不是說完全取代實體的啦 但當你有選擇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說 看看線上演唱會 其實也蠻有趣的啊 對啊 我覺得蠻好的 目前你們上架的是上集是嗎 你看我們兩個茫然的眼神 我們就有一整個故事 不是有上下集嗎 喔 我們已經演完上下集了 因為我們直播只有演完 不曉得後製他們想要包裝成什麼樣子 對啊 剛剛好像演完自己上下集都不曉得的演員 好了今天再次謝謝兩位來到我們的節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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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請在各大Podcast平台還有YouTube上面追蹤訂閱我們 給我五顆星 掰掰